一代伟人 博览群书 从三皇五帝到历代将相 发人之所谓发 言人之所谓言 不拘一格 令人深省 透过历史的沧桑风雨 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 毛泽东妙凭帝王将相鉴赏 领略伟人眼中帝王将相的 雄才伪劣 与是非成败 三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书坑儒要商量 秦始皇嬴政 毛泽东1973年8月5日 同江青谈话 令其记下七言诗一首 题为读封建论 成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也要商量 祖龙浑死秦游宰 孔学明高 实彼康 百代都行行政法 实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后反文王 并说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 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 银政小传 秦始皇 自银政 生于公元前259年 死于公元前210年 13岁登基 39岁称帝 在位一共37年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军陵天下 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统领强大的秦军 挥师东晋 横扫六河 微服四海 齐 楚 颜 韩 赵魏 六国的君主 嫔妃 王孙 公主 无不胆战心惊 俯首称臣 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德 嬴政创立了皇帝的尊号 自封始皇 代代世袭 秦始皇治国的手段是高明的 在政治上 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 由他直接控制 建立了自中央直至郡县的 一整套官僚机构 制定和颁发统一的法令 在军事上 明令禁止民间收藏武器 销毁没收得来的武器 在经济上 大力推行重农乙伤政策 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统一度量衡 统一货币 并实行车同轨 开凿灵渠 修造迟道 在文化上 统一文字禁止私学 当然也为焚书坑儒 背上千古骂名 秦始皇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 并吞六国 修筑长城 征服面越地区 都应该说是他工业的光辉写照 然而全国统一之后 他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和黎山木 即求长生布老药 派方士到东海求神等 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 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秦二世胡亥即位后 更加压榨剥削人民 社会矛盾日趋激化 公元前2009年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 完全是一副有力的添加剂 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毛泽东评点 如果说 以前的一个时代 是诸侯歌剧称雄的封建国家 那么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 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 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同时 在某种程度上 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在封建国家中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在各地方分设官职 以掌兵刑前谷等事 并依靠地主三世 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 第一个有名的皇帝 我也是秦始皇 林彪骂我是秦始皇 中国历来分两派 一派讲秦始皇好 一派讲秦始皇坏 我赞成秦始皇 不赞成孔夫子 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 统一中国 统一文字 修筑宽广的道路 不搞国中有国 而用极权制 由中央政府派人到各地方 几年一换 不用世袭制度 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歧 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戒 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 早几十年 中国的国文教科书 就说秦始皇不错了 车同轨 书同文 统一度量衡 秦始皇是第一个 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 不但政治上统一了中国 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 中国各种制度 如杜良恒 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 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 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 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骂他就是两条 杀了四百六十个知识分子 烧了一些书 秦始皇是个好皇帝 焚书坑儒 实际上坑了四百六十人 是属于孟夫子一派的 其实也没有坑光 书孙通就没啥嘛 这些秀才有个通病 一是说得多 做得少 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 闻人相亲嘛 秦始皇怕秀才造反 就焚书坑儒 以为烧了书 杀了秀才 就可以天下太平 以劳永逸了 可以二是三是传下去 天下永远姓秦 结果是坑灰未冷 山东乱 流向原来不读书 是陈胜吴广 刘邦项羽 这些文化不高的人 带头造反了 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 要一分为二 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 进步作用要肯定 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 丧失了进取的方面 志得一满 担于一乐 求神仙 修公事 残酷的压迫人民 到处游走 消磨岁月 无聊得很 毛泽东1973年8月5日 同江青谈话 令其记下七言诗一首 题为读封建论 成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也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 孔学明高时彼康 百代兜行秦政法 实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后反文王 并说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 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 都是法家 鉴赏 毛泽东赞扬秦始皇 主要是为他完成 中华民族统一的大业 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对秦始皇的肯定评价 在各种不同的公开场 先后有过多次 1958年2月23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说过这么一段话 一股风来 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情 可以说成不好的 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 可以说他是坏人 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 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 搞了两千多年 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 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 秦始皇又有名誉了 但是 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 有点什么好处 不是每个人都估计的那么恰当 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 有三个指头 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 我跟好多人说过 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 不对 超过一百倍 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 当做教训谈这个问题 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秦始皇即嬴政 秦代政治家 战国时秦国国君 秦王朝的建立者 公元前246至前210年在位 秦始皇是秦庄襄王的儿子 庄襄王死后 他13岁及王位 向国吕不韦太后宠信的宦官 唠矮擅权专政 公元前238年 他亲政后 坚决镇压了唠矮发动的叛乱 次年 又追究吕不韦推荐唠矮的罪责 免去了吕不韦的丞相职务 玄机任用李思维向王俭为大将 从前230年灭韩开始 到前221年灭齐 吟政采取远交进攻的策略 十年之间 先后攻灭了 韩 兆 燕 魏 楚 齐六国 结束了诸侯歌剧称雄的分裂局面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王朝 秦朝将于东至大海 西至陨西 南至岭南 北至河套 阴山 辽东 成为一个浮原辽阔的大帝国 完成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 是秦始皇的手工一件 值得大书特殊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 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 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要肯定 毛泽东在不同时期 秦始皇第二件工业是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国体政体 秦始皇完成统一 其胜利的尊严及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而他提出去秦祝皇 采上古畏号 号约皇帝 从此 皇帝便取代王 成为秦王正的称号 并为以后历代最高封建统治者所沿用 为了建立和神话皇权 秦始皇在异地号之后 紧接着还规定了后世以计数 称为二世三世 以至万世传之无穷 皇帝自称镇 其命令定为制 下达的文书称诏 皇帝的印件称喜 从此 秦始皇头戴外红内黑的平天官 身着悬衣将长 独掌了全国的军政财文大权 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其次 实行三宫九亲制 皇帝之下设立三宫 即丞相太尉 御史大夫 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丞相有左右两相 为百官之首 总览政务 太尉掌管军队 御史大夫掌图书密集 监察中宫 三宫之下设 廷尉 凤长 郎中令 魏魏 太仆 典克 典蜀国 少克 宗正 智利内使 少府 中尉 降座少府 主角中尉 等多位上卿 分管各行政务 他们与三宫 组成中央政府 三宫九卿之官 全由皇帝任免调动 不适习 再次 地方实行郡县制 秦统一后 为了巩固对六国地区的统治 秦始皇下令 废除由来已久的分封制 在全国实行郡县制 分天下为三十六郡 后来又增至四十多郡 郡是秦代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建制 其行政长官为郡守 郡下设县 县万户以上至县令 布满万户至县长 令 长 长至其县 主要是征发姚义 礼送贫贼 县下令乡 乡有色夫 三老和有角 乡又由礼组成 礼有礼正 由郡县 乡 礼 组成的郡县制 是春秋战国以来 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政治制度 秦始皇首建封建朝廷 实行郡县制 这就建构了 从朝廷到地方 从三宫诸清 到乡礼十五的一套 庞大的 多梯级的统治机构 大大的巩固了 秦王朝的统治 秦始皇的第三个贡献是 采取了一系列 巩固政权的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有 一 颁布通行全国的法律 秦早在商鞅变法时 就曾根据李亏的法径 改法为律 着手制定成文的律令 秦始皇根据 维护统治的实际需要 又将商鞅以来的律令 加以补充修订 形成了统一的内容 更为缜密的秦律 搬行全国 秦律竭力维护封建制度 他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 严禁对封建国有土地 和地主私有土地的侵犯 严禁贫苦农民和奴隶逃亡 尤其重视对盗贼的制裁 二 继续消除原六国的反秦势力 秦灭六国后 六国的许多兵器散入民间 有的甚至埋藏起来 为了防止六国旧贵族 及其残余势力 利用这类兵器 伺机反秦 秦始皇于二十六年 兼并战争一结束 就下令收天下兵器 拒之咸阳 萧以为锤 又驻同仁十二个 各重二十四万斤 制庭宫中 还下令坏诸侯之城 拆除各国的旧城锅 绝通雍和自立的堤防 平移便于聚首的贤族 还采取了一系列强制迁徙措施 其中最著名的是 洗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 秦始皇的这些措施 对于继续打击六国尚存的反秦势力 有一定积极作用 秦始皇二十六年 开始的一法度横十丈尺 车同轨 书同文字 以及统一货币 是加强统治 维护统一诸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始皇统一文字 是以秦字为基础 简化字形 整理为小传 作为全国规模化的文字 除法定的小传外 在社会上还流行着一种更为简易的隶书 战国时期 各国的杜梁衡制度相当混乱 统一六国后 秦始皇便以秦制为基础 下诏统一全国杜梁衡 据考证 在秦带 长度一寸为2.31厘米 一尺为23.1厘米 容量一升为201毫升 一斗为2,010毫升 重量一斤为256.25克 一弹为30.75公斤 秦代统一杜梁衡制度 取得了明显成效 币制的混乱 不利于商品交换 更不利于统一国家的财政收支和社会管理 因此 秦灭六国以后 秦始皇便下令统一全国货币 其措施有三 一 由国家统一筑钱 严禁地方和私人筑钱 二 法定全国通行两种货币 一为黄金 属上币 以亿为名 每亿二十两 一为铜钱 属下币 圆形方孔 有锅 尽寸二分 筑文半两 即每钱重十二株 三 废除元六国的布币 刀币 引元 铜背等各种货币 改注秦以前的旧币 四 修池道 执道 巡行各地 秦始皇为了加强对全国各地的控制 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 便于巡游督察 传递号令文书 曾主持修筑了著名的池道和执道 池道是一种便于车马驰骋的大道 中央供天子行使 立术为戒 两旁还可以任人行走 秦池道以国都咸阳为中心 东达经山东 河北和辽宁 南底经湖北湖南 东南至今安徽 江苏浙江 秦始皇三十五年 又令蒙田等修筑了从咸阳附近直通北边的直道 在修筑迟道直道的过程中 秦始皇为了炫耀威德 摄服四方 曾先后五次巡行各地 第一次巡行隆西北地 第二次巡行东南齐楚故地 第三次巡行知府恒山和上党 第四次巡行结石和北边 第五次巡行楚齐燕故地 思于沙丘平台 五 焚书坑儒 为了提高皇权 维护秦王朝的政治体制及其统治秩序 在思想文化领域 秦始皇也采取加强思想控制 反对事故飞金 打击异己势力的措施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焚书坑儒 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的焚书事件 是由于博士纯于悦 主张以鼓为师引起的 丞相李斯建议禁止私学 规定若有玉学者以利为师 还建议焚烧诗书 根据李斯的建议 当时只有秦记和博士官所藏诗书 百家语以及医药 补试种植之书可以保存 其余的各种书籍 特别是诸侯国的史籍和儒家的一些著作 均在焚烧之列 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 于是 一次全国范围内的焚书事件发生了 四年又发生了一起坑儒的事件 这件事是有几个方氏畏罪逃亡引起的 原来秦始皇十分迷信方术和方术之事 以为他们可以为自己找到神仙真人 求得长生不老之药 这当然是个骗局 这些方氏害怕骗局被揭穿而治罪 于是只好逃走 特别是秦始皇最敬重的两位方氏 侯生卢生的逃走 秦始皇大怒 下令御使审讯在咸阳的全部方氏与儒生 结果查出犯禁者四百六十多人 全部坑杀于咸阳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意在维护统一的极权政治 反对事故飞金 打击方氏荒诞不禁的怪谈义说 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是秦始皇李斯所始料不及的 秦始皇的第四个功绩是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 就存在着众多的民族 秦并六国之后 进一步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发展 促使我国开始成为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 为达此目的 秦始皇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 统一东南和南方的粤族地区 在我国现在的浙江 福建 江西 广东 广西一带 很早就生活着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 这就是史籍上所说的粤族 粤族由于族类众多 忠心互义 又称百粤 主要有 渝粤 敏粤 欧粤 南粤 西欧等几部分 秦始皇发兵率五十万攻南粤和西欧 兵分五路 水路并进 期间 为了运送军粮又修筑了林渠 至秦始皇三十三年攻占岭南 分至桂林 巷和南海三郡 基本上统一了岭南 后又使大批内地民众南迁 与南粤西欧人杂居共处 对于开发岭南促进民族间的交往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 北极匈奴修筑长城 匈奴 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 主要活动在蒙古高原和南至阴山北底贝加尔湖的广袤地区 当时以投曼山鱼为代表的匈奴贵族统治者 占据了自殷山至河南地 南下侵扰 构成了对秦王朝北边的严重威胁 为了解除侵扰 安定北边 维护国家统一 秦始皇于三十二年 派蒙田率三十万大军北极匈奴 秦军很快收复了河南地以及渝中一带地区 接着又收复了阳山和北架 直抵殷山一带广大地区 并在这里分设三十四县 重建九元郡 使其统辖北底殷山 南至河南地北 西过大河 东陵云中的大片地区 秦在胜利击败匈奴贵族的侵扰之后 为了巩固在战场上取得的成果 秦始皇又命令蒙田 主持修筑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军事防御攻势 万里长城 蒙田修筑的长城主要由三大段组成 西北段 西南起临桃 东北至九元 北段由高缺至戴郡以北 东北段由戴郡东行 抵辽东结石 长城修成后 虽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南下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还是起过一定的防御作用的 同时长城本身作为伟大建筑工程 遗留后世 成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智慧和独创的建政 自先秦以来 我国西南的广大地区 主要是京 贵州 云南 四川一带 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 秦汉时期统称为西南移 秦并六国后 秦始皇派长鄂通西南移 长鄂因其交通受阻 便开凿了一条从京四川移兵 通往云南滇池一带的战道 民无耻道 战道开通后 秦王朝的势力直抵启兰 夜郎 穷兜 昆明等地 并在这里设置官吏 建立了行政机构 与此同时 秦 右金 蜀郡 加强了与穷兜 左 染芒的联系 并使之纳入了郡县制的行政系统 秦王朝对东南 岭南 西南 以及北方等边缘地区的开拓 使他的势力 东至海济朝鲜 西至临桃 腔中 南至北巷户 北巨河维塞 并阴山至辽东 在这样辽阔的疆域里 在一个政权的管理之下 生活着各族人民 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 这不论在中国史 还是世界史上 都具有极为巨大而深远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 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 但毛泽东只肯定他应该肯定的地方 并不是全盘肯定 对他的种种交涉和暴虐的行为 毛泽东也不讳言 秦始皇无疑是一个暴君 他实行严刑科法 赋税摇曳繁重 统一中国后又大力追求享乐 其生活奢靡无度 他大兴土木 不惜民力物力 修造旷世无比的阿房公和离山木 为了长生不老 他四处巡游 求取神仙和不死之药 又加上连年用兵 广大人民困苦不堪 激化了阶级矛盾 酿成了秦末的农民大起义 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这些方面 都是持否定态度的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无疑是一种极端野蛮粗野的行动 他错误地用行政惩罚 乃至消灭肉体的办法 来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 当然是徒劳的 只落下个千古骂名 有感于刘邦等人的经历和业绩 毛泽东得出了一个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毛泽东晚年谈史的时候 再加强调他的这个观点 刘邦小传 汉高祖刘邦 子稷 秦朝四水郡沛县人 生于公元前256年 死于公元前195年 公元前202年称帝 在位7年 刘邦出生于一户耕种之家 为人获达大度 却不工身生产劳动 雄心很大 秦二世元年 陈胜吴广高举反秦大旗 刘邦积极响应 不久便率部投奔项羽 后与项羽争霸天下 发动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最终项羽战败 自稳于乌江 刘邦荣登皇位 建都洛阳 不久迁至长安 史称西汉 汉初 匈奴人成金南阔 再次占领了河南地 公元前二零一年 刘邦率军同匈奴大战 但未获胜 于是对匈奴采取了和清政策 开放官式 以求缓和双边关系 刘邦年轻时放荡不羁 娶妻屡试后有所收敛 刘邦统兵之后 能知人善用 吸纳重剑 最终由若到强 实现帝王基业 高地十二年 刘邦讨伐因不叛乱 不幸被刘史射中 归天的丧钟 自此开始敲响 刘邦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 他的才德风格 即从不一到皇帝的奋斗历程 充满了传奇色彩 一 论德天下 汉高祖刘邦平定了天下 他与群臣在南宫宴会 当刘邦喝得半醉的时候 对群臣说 各位列侯 将领不要隐瞒朕 都要为我讲出实情 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呢 项羽丧失天下的原因是什么呢 王陵站起来回答说 陛下派人攻城略地 就把这些地方封给各将领 与天下的人同享此利 可是项羽则不封有功劳的人 他把这些人害死 有才能的人 他怀疑这些人 对打胜仗的人 他不给他们计功 对夺取土地的人 他不给他们好处 这正是项羽丧失天下的原因 刘邦对王陵说 你只知道其一 不知其二 如果在帷幄中运筹 就能够在千里之外 取得胜利 我比不上张良 镇守国家 安抚百姓 转运粮食 保证军队供给 我比不上萧和 指挥百万大军 作战必然获胜 攻城一定能攻克 我比不上韩信 这三个都是杰出的人才 我能够任用他们 这正是我能夺取天下的原因 项羽有一个范增 却不能加以任用 这正是他被我擒获的原因 群臣听了 都对刘邦的这番议论 感到心悦诚服 二 与兄比宫 魏阳宫是由萧和监督修建的 他周围有三十八里 由东雀 北雀 前殿 武库 太仓构成 刘邦看到魏阳宫修建的十分壮丽 就显露出愤怒的面容 他对萧和说 现在 天下百姓已经劳苦了好多年 还不知道是胜利 还是失败 为什么要把宫殿修得这样富丽堂皇呢 萧和说 天下虽然没有平定 但是可以建立像样的公式 况且 天子是以四海为家的 不把公式修壮丽 就无法体现出天子的威风 这样修建 也是后代不必再增加公式了 刘邦听萧和这么一说 就很高兴了 于是 他把都城从岳阳迁到长安 在魏阳宫前殿设置酒宴 刘邦站起来 捧起酒杯 为太上皇祝寿说 起初 大人常认为 臣是一个无赖 不能治理产业 不如留众得利 如今臣的产业 同留众比较起来 谁得多呢 在殿上的君臣 都高呼万岁 笑声充满了宫殿中 三 周昌口吃圣刘邦 七级受到刘邦的宠爱 他曾随从刘邦到关东 七级日夜在刘邦面前提起 要立他的儿子如意为太子 吕后年老色衰 所以很少能见到刘邦 刘邦认为太子太仁慈软弱 而如意却很像他 当时如意以立为赵王 刘邦却把他留在长安 他打算废掉太子而立如意 大臣们都为太子说情 但是刘邦拒不采纳 御使大夫周昌 在朝廷中为太子争辩 刘邦让周昌谈一谈理由 可是周昌口吃 加上他又非常生气 他只能结结巴巴的对刘邦说 臣下口吃 可是臣知道 废太子的事是万万不能做的 如果陛下打算废掉太子 臣是坚决不能遵奉诏令的 刘邦听过后 欣然的笑了 他只好做出了不费太子的决定 吕后听说了这件事 就跪着打谢周昌说 如果没有您 太子就要被废掉了 四 刘邦起舞 汉高祖自从返回长安后 他的病越来越重了 可是当他的病痊愈 他又要废太子 张良进见 刘邦就是不听 他说自己有病 不能料理事物 书孙通进见说 晋献公因为宠爱黎姬 而废掉太子 国家混乱了数十年 秦朝也因为 没有早立扶苏为太子 使国家灭亡 现在一定要废嫡长子 而立哨子 臣下就在这里自杀 让我脖颈上的血 染满朝廷的地上 刘邦说 你不要这样做了 就当我说笑话吧 书孙通说 太子是天下的根本 如果根本动摇 那么天下就要震动 怎么拿天下的大事 当做儿戏呢 这时 为太子争辩的大臣很多 刘邦知道群臣 都不服赵王如意 这时 有四位老人来见刘邦 并对他说 陛下看清世人 动辄骂人 臣却不怕受侮辱 前来这里 就是为太子事 我们听说太子 仁慈孝顺 恭敬爱事 天下的人 都愿意替太子去死 正因为如此 我们赶到这里 刘邦于是把七夫人叫来 指着四位老人说 我打算换太子 可是有这四位老人辅佐 他的羽翼已经丰满 很难动摇了 七夫人听刘邦这么一说 就哭泣起来 刘邦说 你为我跳楚国的舞蹈 我为你唱楚国的歌曲 歌中唱道 红湖高飞一跃千里 他的羽翅百动 就能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海该怎么办呢 就是有弓箭也不能施展 刘邦唱了竖雀之后 七夫人痛哭流体不止 刘邦站起来停止喝酒 这样太子才没有被废 五 与人为枕 刘邦有病 他讨厌贱人 不允许群臣去看他 舞阳侯樊樊快闯入宫中 众大臣随在他的后面 只见刘邦枕着一位宦官 躺着睡觉 凡快等人哭泣着说 当初陛下与臣等 一起在丰沛起兵 平定天下 当时身体是那么的强壮 现在天下已经平定 陛下的身体怎么会遭成这样子 陛下病重 大臣们都感到震惊恐惧 陛下不见众臣 不同他们一起商议国事 只同一位患者躺在一起 难道陛下就没有看到 赵高王国的事吗 汉高祖刘邦听樊快如此说道 就笑着站起来 又入朝听政 六 刘邦还乡 佩公称帝后 过了几年 途经佩县 他就留在佩公设置酒宴 把原来的乡亲们都召来 陪他一起喝酒 刘邦九亿正农时唱道 大风起夕云飞扬 围阵海内喜归故乡 俺得猛士喜守四方 然而 他让众人都跟着他一起唱 刘邦于是跳起舞来 慷慨感怀 他止不住眼泪向下流 他对沛县的父兄们说 在外地的游子是思念故乡的 我虽然建都在关中 但是在我死后 我的魂魄还是要思念佩县的 况且 我是以佩公的称号 铲除强暴者才拥有了天下 我要让这里的百姓 世世代代不服摇曳 佩县的父老乡亲们都非常高兴 他们放开酒量尽情饮酒 与刘邦交谈他过去的事情 十天之后 刘邦才离开佩县 毛泽东评点 向王非政治家 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 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 比较熟悉社会生活 了解人民心理 从前有个项羽 叫做西楚霸王 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另外一个人叫刘邦 就是汉高祖 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 有个知识分子 名叫历时齐 去见刘邦 出一报 说是读书人 孔夫子这一派的 回答说 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如生 这个历时齐就发了火 他向管门房的人说 你给我滚进去报告 老子是羔羊九徒 不是如生 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遍 好 请 请了进去 刘邦正在洗脚 连忙起来欢迎 历时齐因为刘邦不见如生的事 心中还有火 批评了刘邦一顿 他说 你究竟要不要娶天下 你为什么轻视长者 这时候历时齐已经六十多岁了 刘邦比他年轻 所以他自称长者 刘邦一听向他道歉 立即采纳了历时齐夺取陈留县的意见 此事见史记历生路甲列传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 被历史家称为 获达大度从建如流的英雄人物 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 结果刘邦胜了 项羽败了 不是偶然的 老粗出人物 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 大多是老粗出身 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最厉害的一个 刘靖劝他不要建都洛阳 要建都长安 他立刻就去长安 鸿沟画界向于引兵东退 他也想到长安休息 张良说 什么条约不条约 要进宫 他立刻听了张良的话 向东进 韩信要求封甲齐王 刘邦说不行 陈平踢了他一脚 他立刻改口说 他妈的 要封就封真齐王 何必要假的 可不要看不起老粗 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 成吉思汗 刘邦 朱元璋 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 刘秀是大学士 而刘邦是个大草包 这首诗写得很好 很有气魄 剑赏 汉高祖刘邦 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 子继 秦朝四水郡沛县人 公元前202至前195年在位 嗜好高皇帝 刘邦出身农家 早年当过四水亭长 是个基层长治安 诉讼民事的小官 但他为人 获达大度 不是生产 乐于施舍 志向远大 见到秦始皇出游时的威风和气派 曾叹息道 接乎 大丈夫当如此也 秦二世元年七月 陈胜吴广起义返秦之后 六国旧贵族的残余势力 伺机而起 武臣据赵帝称王 田旦据齐帝称王 出旧贵族 向梁向羽疏职 拥立楚怀王之孙 雄兴为楚王 九月 刘邦剧众响应 被拥戴为佩公 不久 依附向梁 后与向羽领导的起义军 同为反秦主力 秦二世三年 向羽率起义军 在巨鹿与秦主力决战时 刘邦受楚怀王的派遣 率部向关中进军 二月 攻占陈流 夺取秦梁仓 六月攻占南阳郡治晚城 八月攻入武关 汉王元年岁首十月 尽敌坝上 秦王子应投降 秦朝灭亡 刘邦废秦科法 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 杀人则死 伤人即到底罪 于是除去秦法 老百姓用酒肉去慰劳军队 他一概不受 受到人民的欢迎 项羽在击溃秦主力后 也引兵入关 听说刘邦已定关中 项羽大怒 进入洪门 御攻刘邦 刘邦因兵力不敌 听从谋士张良的意见 亲至洪门 卑词严好 项羽谋士范增 策划在宴会上刺杀刘邦未成 4月 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 开始分封诸侯 封刘邦为汉王 据汉中巴蜀一带 刘邦不甘心 王晴的胜利果实 为项羽独占 率军东出 发动了长达四年的 楚汉战争 战争前期 刘邦处于烈士 屡屡败北 但他知人善刃 从简如流 能够充分发挥部下的才能 又注意联合各地 反项羽的力量 忠于反败为胜 汉王五年冬 刘邦 约韩信 彭越等人 率军 合击储君于该下 项羽率部突围 致乌江自杀身亡 诸侯及将相 尊汉王为皇帝 重新建立起 统一的封建国家 国号汉 都长安 史称西汉 刘邦以不一提三尺之剑 取天下 是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以农民起义领袖 登上皇帝宝座的历史人物 从战国时期 各封建诸侯 分裂割据的分封制 到秦始皇 创建中央集权的 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这标志着 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制 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但秦帝国短命而亡 一度称霸天下的项羽 力图恢复分封制 刘邦顺应历史的要求 击败了项羽 继秦始皇之后 重建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这是刘邦的主要历史功绩 毛泽东在读司马前 史记高祖本纪时 将刘邦和他的主要对手 项羽加以对比 批诸道 项王非政治家 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对刘邦的评价是很高的 也是符合实际的 刘邦的雄才大略 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不仅表现在他完成统一大业 建立了西汉王朝 而且表现在他为了巩固 新生的政权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这些措施主要是 一 律令法仪的制定 汉初 朝廷事实的制定律令法仪 定督长安 搬行一系列安定社会的诏令 奠定了西汉立国的规模 所谓律令法仪的制定是指 汉新 萧和赐律令 韩信申军法 张仓为张成 书孙通定礼仪 丞相萧和制定九张律 韩信将原来的一百八十二家兵法 删定为三十五家 张仓为张成 包括制定立法和规定汉代渡量衡 书孙通制定比较简易的朝仪 二 定督长安 刘邦出都洛阳 不久集定督长安 这是接受了娄正张良的建议 做出的正确选择 因为在楚汉战争中 刘邦为任萧和在关中镇守 汉在关中地区统治稳固 不久后 张徒 陈熙 阴部等人的叛乱 以及地景时的五楚七国之乱 都是在山东地区发生的 汉都长安处在西方 凭借其险要形势控制全国 有利于保持大局的稳定 三 汉城秦治 汉城秦治主要包括两项内容 一是直观制度采取了秦治 皇帝掌握最高权力 实行专制统治 在皇帝之下 又同样设有十二个主要朝臣 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 凤长 郎中令 魏魏 太仆 廷尉 典克 宗正 智树内使 少府 这些朝臣的执掌也与秦朝相同 而是同样实行俊宪制 作为全国的基本的政区体制 四 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 西汉初年 由于长期战乱 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农民大批流亡 土地荒芜 福库空虚 物资匮乏 刘邦采取减轻填富 十五税一 与民休息的重策 凡民自卖为奴隶者 皆免为庶人 士兵复员归家 豁免其摇曳 继续推行秦代案 军功受填宅的制度 战争期间 流亡到山泽 没有登记户籍的人 令其各规其限 复故决填宅 规定商人不得一私乘车 抑制其社会地位 并加重其租税 这些措施 对于经济的恢复 和封建秩序的稳定 起了重大作用 五 消除异性亡 在楚汉战争中 以及战后初起 刘邦出于政治上的需要 功臣封为王者七人 即楚王韩信 梁王彭月 淮南王英部 赵王张老 燕王张土 长沙王吴瑞等 史称异姓诸王 这些诸侯王 具有关东广大地区 握有重兵专制一方 是对汉王朝中央政权的 重大威胁 刘邦借口韩信等人 企图谋反 将他们先后一一减除 只留下一个势力最弱 并可为汉月之间缓冲的 长沙王吴瑞 刘邦采取的一系列措施 使刚刚建立的统一的国家 得以稳定下来 巩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 统治秩序 在中国历史上 刘邦的知人善任 为后世所称道 正如毛泽东所说 刘邦是在封建时代 被历史家称为 豁达大度 从见如流的英雄人物 刘邦之人善任 凡是能为他的政治目标 献策出力的 不管其出身经历如何 他都英才使用 发挥其所长 张良是韩国贵族 张仓为秦朝御史 书孙通为秦朝博士 萧和曹参为配宪官吏 韩信是平民 彭越出身渔民 后曾为道 因不本为平民 后因犯法而逃亡为道 凡快以土狗为业 冠阴是个不贩子 陈平是个穷书生 刘进是氏族 这些人都成了 刘邦重用的文臣武将 刘邦之所以取得天下 是与他能够得人心分不开的 毛泽东1959年12月 至1960年2月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谈话中说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 是因为刘邦和贵族 出身的项羽不同 比较熟悉社会生活 了解人民心理 刘邦出身下层农民 了解人民疾苦 他人而爱人 喜诗 他送行徒去离山 徒多盗网 便索性把其余行徒释放 自己也逃走 这些都表现了 刘邦同情人民疾苦 了解人民心理 他入官后 约法三章 山德民心 官中百姓唯恐配功 不为勤王 刘邦做皇帝后 实行与民修养身息的政策 对内定律令 定军法 定礼仪 提倡节俭 对外与少数民族 匈奴缠余实行和亲 以求得政局的稳定 以求得政局的稳定 经济的发展 都是符合人民的要求的 所以刘邦成功的诀窍 在于符合民意 顺应历史潮流 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毛泽东对刘邦的大风歌 给予高度的评价 他说 这首诗写得很好 很有气魄 并认为 刘邦没有读过几天书 能写出这样的好诗 很不容易 大风歌唱出了刘邦 这位平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的心态 作为出身农家的开国领袖毛泽东 夺了之后产生共鸣 是很自然的事